我认为品牌打造自于企业的重要性 在于在过程中它会不断地刺激企业去思考出了获利之外的一个目的 无论你是基于对于某个领域的热情 你想要打造最独特的产品或者是最优秀的一个顾客体验 又或者是你想要改变一个产业的生态 当一个企业有了品牌目的 而且企业的行为决策都紧扣着这样的品牌目的 那这样子自然你的企业或者是品牌就能在市场上创造出差异性 品牌也就自然而然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而且正面的商业效应 品牌思维的教育以及生化呢 我认为是这次打造品牌的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的一个挑战 原因是因为台湾传统的制造业多半是技术或者是代工起家 很自然而然的经营的重点它会放在生产效率以及成本 那对于打造一个品牌所需要的重要元素 比如说品牌目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市场沟通或者是品牌定位 等等的这些元素呢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对于品牌打造能够带来的长远效应 自然而然也就没有那么的相信 也因此呢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面临到的一个挑战 就是如何让团队对于品牌思维 从不了解到了解 而不是各说各话 这样子对于品牌未来想要打造的方向 项目以及策略呢才有办法产生出有意义的沟通以及讨论 参加品牌计划最大的收获我认为呢是开始 让大家很深刻的去意识到呢我们正在改变 我们正在尝试用有系统的方式 从核心的企业文化呢去重新打造信宏这个品牌 透过台湾品牌要飞计划这个媒合平台呢 我们有机会跟法伯斯以及 Supacama这两间优秀的品牌顾问合作 在这两届的品牌计划之中呢 我们透过好几场高强度的一个workshop 去脑力激荡出我们的企业价值观 再从这个价值观去延伸出 全新的一个企业识别系统 而这也意味着 透过品牌计划呢 除了我们有了全新对外的沟通的形象 以及讯息之外呢 对内其实我们也从企业价值观 去确立了属于我们的品牌文化准则 那这样一来无论对内或者是对外 我们都拥有了一套能够精准沟通的一个工具 那这是我认为呢 参加这次品牌计划最大的收获